一星钢怪驾驶飞船,前往地球探险 他飞过山川来到一星飞船基地 他并不抗拒地球上的阳光 但还是小心翼翼地观察周围环境 暗处出现了一只蜥蜴怪 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 在一星钢怪放松警惕时 蜥蜴怪一跃而下 偷袭了这个闯入者 他们势均力敌 战斗力不相上下 彼此都给了对方一拳 钢怪弹出手臂上的铁爪 猛地刺入蜥蜴的心脏 就这样不到十秒钟的战斗结束了 隐藏在暗处的蜥蜴家族 一拥而上围攻钢怪 作为战斗精力丰富的钢怪 很快就将这窝怪兽一一消灭 他继续朝着森林深处走去 丛林中危机四伏 钢怪察觉到了异常 警惕地端起枪 这时已经有怪物 从四面八方将他包围 他迅速收起枪 转身就开始跑 然后绿刺怪却紧追不舍 他们凶狠无比 钢怪从倒地的树下划过 对着后面的怪物不停地扫射 绿刺怪身手敏捷 巧妙地避开袭击 钢怪绕到树后 再次举枪扫射 打得绿刺怪措手不及 对于最后扑上来的怪兽 他则是一脚送他归西 与此同时 钢怪也找到了信号源的位置 从里面缓缓钻出来一只 长相极其丑陋的蛤蜂姐 看来这场一星怪物惨战 是避免不了了